2023年以来 缅北涉我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多发高发 由此衍生了偷渡非法拘禁等一系列犯罪活动 公安部对此高度重视 部署云南等地公安机关持续推进边境警务执法合作 连续开展多轮打击行动 记者说理了2023年公安机关打击缅北 涉我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重要节点 一起来回顾 2023年9月3号 在公安部和云南省公安厅的组织部署下 西双百纳公安机关依托边境警务执法合作机构 与缅北相关地方执法部门开展联合打击行动 首次抓获并向我移交269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嫌疑人 2023年9月6号 云南普尔公安机关积极与缅甸相关地方执法部门 开展边境警务合作 1207名缅北涉诈犯罪嫌疑人成功移交我方 这是继前期抓获269名缅北涉诈犯罪嫌疑人之后 打击行动取得的又以重大战果 2023年9月16号 打击行动再传捷报 云南普尔公安机关持续开展边境警务合作 又有109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嫌疑人移交我方 2023年10月9号公安部发布消息 打击缅北受我电诈犯罪在天新战果 706名电诈犯罪嫌疑人分三批移交我方 2023年10月14号 云南普尔公安机关与缅甸相关地方执法部门 开展边境警务执法合作 2349名中国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嫌疑人 被移交我方 这是开展打击缅北涉诈我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行动以来 单次移交人数最多的一次 其中包括网上载逃人员111名 2023年11月16号 在缅甸各方的大力配合下 明国平 明居兰 明真真三人 被成功抓获并移交我公安机关 当日接缅甸驻昆明总领事馆通报 缅甸11月15号夜组织对明学昌抓捕 期间明学昌畏罪自杀身亡